魏征生前向唐太宗建言二百多件事,死后魏和唐太宗将其墓碑推倒。 在我国唐朝的时候,有位敢于建言的大臣魏征,他在生前被唐太宗视为明镜,来验证自己做事是否有过错。 在他去世之后,唐太宗还亲自为他提携墓碑,但为何后来又亲手将他的墓碑推倒呢? 在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将魏征任命为丞相刚刚登上皇位的李世民帝旨,要建立一个新盛的国家,因此多次在床上召进魏征。 询问自己做事的得失魏征,向皇帝建言了二百多件事,全都被李世民接纳在皇后去世之后,李世民对他非常想念在皇后葬入昭陵之后,为了缓解思习之苦,李世民便下令的宫中柱, 其曾官每日选望陵墓,还让百官一同登高远望,依次他让魏征在身旁陪伴,跟手指,前方问魏征,能否看清魏征假装没看见,李世民顿时非常着急说那是昭陵。 你怎么看不见呢?魏征听完之后,回答说,以为他看的是谢陵,没想到是昭陵堂,太宗听完之后立刻明白,他是在惊醒自己不能因为思念妻子就忘记父亲于是,便下令将曾官拆除在 六百四十三年的时候,魏征因并去世李世民非常伤心下令,五天不上朝之后,他下令后葬魏征,却遭到了魏征妻子的拒绝魏征妻子用小车将魏征的灵鹫送出城,李世民召集百官一同相送,并亲自为他提血维闻,那么为何李世民又亲手将其墓碑推掉呢? 在魏征去世之后,有两位大臣因为某本被罢官处死,这两位大臣偏偏又是魏征生前推荐给皇帝的,并说他们有当宰相的,才能因此李世民怀,魏征和他们是一伙的,不但将公主和魏征儿子的婚约废除,同时还将其墓碑推倒以泄愤。 谢谢观看